我们台上的演员 因为这个雨水 自然而然就比较难过 加难受 难受就是 衣服会失掉 但难过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我们真的符合这个情境 在雨中老情人相见 相见还不如怀念 有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眼泪刷刷刷的就往下流了 然后下这么大的雨 是泪是雨都分不清楚 对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首老歌 叫雨河泪 那是一首夕阳怀念老歌 我相信我们这边旁边还有字幕 有在台上 南强北调特别多 所以呈现在那个时候很多老兵 我们在台上有江苏话 有上海话 有河南话 有山东话 还有台语 所以是一个语言的大集合 反映我们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 很多人不愿意谈演技两个字 好像认为自然就好 那老师给我们的启发是 如果你有演技还能做到自然 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所以在演技方面 老师非常的雕琢 非常对我这个很有要求 那我也希望可以达到老师的这个期许 因为这个角色是老师的经典角色 等于说是有一个李国修魔咒 李国修障碍在前面 不见得都可以超越得了 比方我们这个郭哥 郭子前要演这个老师的经典角色 他的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皮肤都皱皱的 我们在台上皮肤也皱皱的 因为这个淋了很多的雨 一个是本渝 一个是珊珊 这个珊珊是演我的这个老齐的 就是在民国38年39年 在逃难的时候在战乱的就等于是战火情人吧 他是我的原配 那么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在民国79年 那老齐回家去探亲的时候 见到他的那一幕 那这个在移居台湾之后 就爱上了这个歌女咪咪 是由本渝来演的 所以我这个心里面就非常的纠结 在我的意识上 在精神上面的思想着这个顾国大陆的旧情人 但是眼前的一切 都把我的心逐渐的掏空 我把我的一切 我的爱 我的情 我的生命 我的金钱 全部都掏出来给这个秘密了 最后下场很 很凄凉 很悲仓这样子 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 比较面一点 但是歌女你要 因为要掳获这些北北叔叔的心 所以就要非常的娇美 那就对 就要把另外一面拿出来这样子 那我觉得一人分尸两角非常过瘾 这也是屏风的特色 那在演戏上面 其实会有不同层次 还有不同 你等于一个戏里面就接了两个角色 非常的划算 我觉得 因为本于他这个演技自然不在话下 那秘密这个角色十分的适合他 这个演技之余 大家看看他的这个扮相就知道 简直就是四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风华绝代 非常漂亮 他非常适合这个装扮 真的很美很美 要看着我这个老骑是 老骑上骑不接下骑的 这个胡瓜瓜哥也说过 现在很多八零年九零年的小孩子 如果你没有看过蒋经国 也就是他推动了我们国家十大建设的话呢 我今天这个造型 你看了 蒋经国也就是蒋中正的儿子 他当年就是长着这个样子 相似度呢 达到90% 当然我在这里面不是演蒋经国传 我是呢 一个也是从胡建夏文啊 那个东山岛来的老兵 那在里面呢 起来打赛 在红包场呢 是在这边呢 游戏人生的 但是呢 那一生也因为呢大时代下的悲剧 既然回不去 台湾呢 也成了一个呢 另外的一个 就是 思念不如怀念 怀念呢 干脆呢 就是 把自己呢 在红包场里面呢 不断的留恋 留恋在红包场的一个 小高 高富壮 高富白 高富帅 没有就叫小高 然后就是一个 在这里面一个大甘草人物 所以人家说 这个 其实是悲剧吗 我不认为 我认为它是个喜剧 因为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 喜剧这方面呢 我运用了很大的一个 特殊的 而且不同于以往的董志成呢 很大的能量 我把它 散发在舞台上 我要每一个人坐进来的人呢 是又有鼻涕 又有泪 但是泪是笑出来的 不是感动哭出来的 像这次玉堂导演 他就是有加一些现代的一些基调跟氛围 让那个年轻人的一些符号 跟贴近现代年轻人可以接受的那样的轻快的程度 然后呢 国修老师在两个礼拜都有来回来看我们 然后我看他在调整光耀的戏的时候 哇 好好看哦 就是那种高手过招你知道吗 他就是跟光耀这样稍微讲几句光耀就通了 任督二脉就被打通 他就跟光耀说 你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画面画面画面 好那你那边呢 你这个小道具跟你 你的那个关系呢 你要用小道具来表达出你的那个心情的焦虑跟处境跟什么 哦 老师这样一讲 那光耀就完全能够心领神会 我觉得完全就是看到高手过招 所以我也不担心说光耀在诠释这样的角色 只是老师在传授给光耀的时候 真的是一点都不偿私 真的很棒 真的真的 大家有看到我其中一个角色 就是舞女嘛 就一个要出关的 红极一时已经要出关的歌女这样 歌女对 然后呢 第二个角色呢 可能今天大家比较没有看到 她是一个崩溃的新娘 就是说 她在里面呢 是一个 对 是大爆笑的一个点 如果她们这边是浪漫的 呃 凄苦的浪漫故事的话 我们那边呢 就是一个 对 就绝对是现代人可以理解的 就是想结婚的 已经结过婚的 都可以知道那个过程有多么的繁琐 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令人崩溃 然后多么的好笑 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一块 在做那个幸福的好笑这件事情 然后当然就是呃 可以那个 就是丽莹姐在也帮我盯着嘛 就24年前的这个角色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当然也很谢谢 就是国学老师 其实在过程当中都还蛮信任我 给我很大的空间 那演起来自然非常的过瘾 相信观众也可以看得非常的过瘾 然后她穿着在台上最华丽 最 最闪耀 最夺目 她简直就是一颗镜球嘛 没什么 没有 我舞台上 我就是一个活动镜球 然后还要摇摆跟动来动去 在这戏里面 其实没有任何搞笑的一些 呃 分子存在 所以老师这一次也是有特别跟我提过 就是专心的去做角色里面的人 专心的去把她诠释好 去关注到每一个跟你有关系的角色 去诠释她 呃 我常常在说我很感叹就是 如果 莎士比亚在15世纪这么的风行 然后到此刻 全世界演过几千万次莎士比亚 没有人觉得她的作品老旧了 那我认为台湾的李国修 她有一天就会是莎士比亚 她的作品应该会被一直 被记录 然后被重新演绎 只是此刻是屏风在眼而已 那在这个戏里面呢 其实她很多个面向 包括男女之间的情感 哪怕是一个老兵 我们都笑说她是一个老时代 民国七十几年 其实应该有宅男的话 她就是了 就是说 呃 那个时代的爱情 跟这个时代其实没有不一样 只是说 我们用不同的元素 来谈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戏里面有笑有泪 有爱情有亲情 甚至有新婚夫妻 有呃 不伦的爱情都在里面 所以整个戏其实我觉得 她呃 跟时代其实没有严格的关系 对 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所以 对于三个老兵的故事啊 我要去 怎么了解三个老兵的臭脾气 我花了一点功夫 然后呃 可能国修那时候自己在演 所以国修老师她对老兵的诠释 我觉得光耀的这一次的表达 是比较符合现代观众会去觉得 哦 原来老兵伯伯有这样子的形象 我觉得我们有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 比方说我呃 小时候呢 我有朋友住眷村 然后呢 我常常看到老伯伯有个臭脾气 就是说他跟他台湾的老婆 会有那种吵架 然后吵一吵就不说话 就那个臭脾气 那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呢 呃 干哥跟丽莹姐的角色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还有戏里面 董哥跟光耀跟朱乐刚他们三个 有老兵的那个争执 为了爱国爱家 跟爱甘女儿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把三个老兵的那个冲突呢 调到一个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在看会觉得 哦老兵伯伯伯好可爱哦 国修那个时候版本是比较 真的是认真严肃在讨论那个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是在细微的 角色跟细域动作的变化上面 我们有比较light一点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